大家好,今天是10月14日,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,一杯英斗咖啡开始美好的一天。 他说要落实消费税首先提高收入水平,落实消费税的意思是向每个人征税。 另一则新闻,沙巴的农业领域,尤其是乡村和内陆地区的稻米种植业,希望在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案中获得更多拨款和激励措施,以确保其能够成为消除赤品问题的强大推动力。 沙巴副首长兼农与业级、食品工业部长杰菲里吉丁岸表示,沙巴居民拥有的大量土地,理应通过2025年财政预算案充分加以利用。 以实现这一目标,我们希望财政预算案带来显著的改变,而非像往年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或新的规划。 他希望这项预算案能增加对农业领域的拨款,以便让重新成立的沙巴、稻米菊能够更加有效地运作,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经济状况,进而让人民不再生活在贫困中。 另一方面,沙巴通过纳米原油终端站售出其第6批原油货物,预计销售收入超过1亿令吉,这批约30万桶的原油货物是SMJ能源公司从其在。 Samaran油田生产共享合同中50%的参与权益中获得的配额,SMJ能源公司于2023年5月购得这项权益。 文告说截至目前,沙巴已售出第6批原油货物,累计销售收入接近8亿令吉,这些交易预计将在未来12年内持续提供收入,显著提升沙巴的经济。 换个焦点,沙巴野生动物局拿赌官员史维斯特昨日证实,民众于昨早7时45分,在连土局沙哈拔第16期肯区的西纳谷海滩上发现无头南童的残体。 他说,南童是和家人到甘榜西纳谷亲戚家里度假,接着和5名小伙伴到海边玩水后失踪。 他指出,发现残体的地点距离南童失踪地点不远,南童残体被发现时一丝不挂,头部未寻获。 根据初判,南童相信是被鳄鱼咬住拖入水里,之后他的残体被海浪冲上岸。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